小伙子 当时进去之后探测器 数值反映比较迟钝 接收目标比较慢 但是数值显示的比较慢 当时我挖了好身还没有 我感觉到不对劲 刀姨 第一支桌前面 已经想往上去演 已经演不上去的 当时就绝望了 大家消耗体能特别大 因为天气比较热 水喝了很多 几乎体力都已经消耗没了 就全靠意识了 当时就是那么一点点 大家都想把这个雨天水 留给最后一个学生人 不敢想象 没有想象过 会取得一个这样的成绩 没有人能完全地理解 这其中到底有多难 这是我们的追求吧 也是我们的梦想 一国他乡 中国军人亮相国际赛场 快点快点 快快快快快 中国女兵首次出征萨燕领 她们的表现如何 中国女兵 加油加油加油 面对强劲的竞争对手 中国参赛队又会取得 怎样的战绩呢 小伙子 本期军事计时节目 为您讲述中国军人 在国际军事比赛2024 萨燕领行军中的曲折故事 2024年3月31日 为参加国际军事比赛框架下的 萨燕领行军项目 中国参赛队从空军某机场出征 搭乘运20运输期赴俄罗斯 这是我国第三次参加该响赛事 也是中国女子参赛队 首次参加萨燕领行军项目 国际军事比赛 是俄罗斯国防部发起并主导的 一项国际性军事赛事 被誉为军事奥林匹克竞赛 而萨燕领行军雪地作战行军项目 则是国际军事比赛框架下 唯一一项冬季雪地赛事 作为国际军事比赛的重要项目 萨燕领行军要求每名队员 平均负重35公斤 立时两天一夜 在严寒条件下完成雪崩搜救 结伴滑雪搬组射击等12项课目 全程雪地行军总计50余公里 今年来自中国吉尔吉斯斯坦 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 七个国家的九支参赛队 在雪地上展开激烈角逐 然而刚刚抵达比赛地域 给中国参赛队带来困扰的 却并非来自对手的压力 当时一去的时候 就是哪哪都不适应 就是吃我们吃不惯 他们就是以这个面包和奶酪 黄油为主 主食是以这个为主 红菜汤吧 就是一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菜 就是一个红色的 像我们的萝卜一样 是红色的 然后里边有牛肉 我们是很不适应 确实是吃不惯 初来乍到 国外的饮食让队员们很不适应 这给他们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吃的不习惯 你这个体力啊 体能就跟不上 跟不上就发挥不好 这个更好的训练水平 饮食不习惯 直接影响着队员们的训练成绩 面对这种情况 队员们齐招尽出 反正每次吃饭的时候 咱们从国内带到铁端 像什么老干芒了 橄榄菜了 然后就把这玩意加进去 快去吃 不吃饿啊 真饿的 在寒冷天气中 人体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 保持体温 才能正常生活运动 而在萨燕岭行军项目中 每名参赛队员 要在全程50余公里的行军中 负重超过35公斤 咱们先称一下 每一杯杯囊和装具 咱们它本身的体重是多少 好 你再称一下 70.35千克 好 你现在 现在我们可以记住这个数字 一会儿可能会大吃一斤 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目前所备的 全部的杯囊 加上雪板 绳子重量 106.1 刚才应该是36公斤左右 然后比赛中还要加一支枪 加上枪之后 大概应该是40公斤多一点 哇 这么沉 我能体会一下 大概有多重呢 好 你帮我帮他把线 然后你可以体验一下 这是刚才把所有的东西都装进去了 对对对 能装进去了 对对 我试一下 这么沉 卖菜 我把这个给你 不是 你们比赛就没这么沉 对对对 比赛的时候就是这个 这也就是八十斤 对八十斤 但是如果到时候还要给你支枪吧 哇 哇 这怎么比啊 这怎么跑啊 这个 就是经过长期的训练 对吧 这也太沉了 我该把你卸了 哇 那你们就是在比赛的时候有什么技巧 比如说背着这个 这个动作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他为了你省力一些的话 我们这个帐的话 应该是尽量往后撑 这样会 你腿上会省一些力 要不然 单纯靠腿部力量的话 手部力量不用的话 会特别累 疲劳的也比较快 你像我们50公里的话 可能后期就难以坚持 确实太重了 而且我还没穿装具呢 对 我还没背枪呢 光背囊就这么重了 然后血鞋 物重如此之大的情况下 队员们面临的挑战可想而知 然而 到了真正比赛的这天 一个意外情况突然出现 气温回暖 这对参赛队员们来说 竟是不利条件 由于温度高 它进行了一些降水 导致这个血质 发生了这个变化 血质呈现这个煞腾状 粘稠度比较大 在山底下呢 粘稠度比较大 这个行军我们的阻塞感就会强 但是到这个高海拔山顶 呃呃呈现这个冰力状 冰力状的血质 我们的止滑态上升的过程中 呃 大滑 容易失效 这样的话 上升的过程中 耗费的体力更大 一连串的难题接踵而来 尽管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 但在这样陌生而复杂的环境下 男子参赛队在第一个课目中 就遇到了困难 一脚包 一脚包 2.5 快点 快点 快快快快快 第一个课目是雪崩搜救 从7.1出发 就是跟着俄罗斯队标劲嘛 谁也不想被落下 就几乎同时到达场地 到达场地之后 有一个检查 就是我们需要检查这个探测器 好不好用 看看里边是什么样的 几个目标 然而激烈竞争之下 中国队迟迟没能找到目标 就当时进去之后 那探测器 数字反映比较迟钝 就接收目标比较慢 那上面数字显示的比较慢 一点包 一点包 然后我看陈智杰就一直拿那个仪器 我手上一直在敲 敲了一会儿之后 那个数值才变 然后我就告诉我 没事别着急 把那个仪器慢点动 可能他太快没反应过来 经过队友的提醒 陈智杰他们稳住情绪耐心操作 终于锁定了目标位置 1.2 1.2 本就浪费了时间的中国队 必须快速完成这个课目 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目标依然没有被挖出 然后当时他们 陈智杰和李奥把第二个目标 挖出来之后 我们第一个目标还没有挖出来 然后他们就跑回来支援 当时我挖了好深还没有 我感觉到不对劲 扩一扩不行 快扩一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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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 快快快快快 那个刻已经挖得很深了 明显超过已经棉了 我说往上再扩一扩 然后往上一扩 他找到了 可能挖的挖深了 就是挖深了 他挖的宽度不够吧 然而 当中国队友们将目标全部挖出时 已经耽误了大量时间 这个目标挖出之后 我们就已经落后很多了 我们当时应该是第四名 俄罗斯 伊朗 都在前面 第一个刻目就遭遇波折 接下来 中国队的队员们 必须奋起直追 早一扩 就一直往前面 当时我打牌头 队长跟后面收了 然后就一直往前面 就追 吵了 马上 吵了伊朗 在队员们的持续发力下 差距在一点点缩小 但感受着对手的压力 他们仍不敢懈怠 骨子别克跟伊朗 他一直在我们身后 一直咬紧牙跟着我们 其实压力挺大 经过两天的追逐大战 比赛即将接近尾声 就在结伴滑雪即将抵达终点时 惊险一刻再度上演 当时我在第一名 当时那个情况是 因为他有一个小拐弯 我拐的时候 我大概往后边 就是余光扫了一眼 我发现他已经站在一块了 因为我前面速度特别快 然后我还不能顾 只能扫一眼之后 我要赶紧走 因为这个成绩 决定了中国 得拿第一还是第二 而且当时还是下坡 速度非常快 由于追求速度 队员陈志杰和韩亚东的雪板 叠在了一起 当时我们是分开两组 他是第一组的最后一名 我是第二组的最后一名 当时是前面速度慢 后面速度快 当时我的板 左脚板 当时和他的右脚板 当时已经螺一块了 情况万分危急 如果处理不及时 两组人都可能被带倒 如果一旦摔跤的情况发生了 那这个单科目第一名 肯定就拿不到了 摔跤会扣分吗 摔跤不仅会扣分 时间也没了 就如果谁倒下了 他那种情况下 你再站起来 再出发 就会耽误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 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 队员们要如何应对呢 然后当时我抬这个腿 我说你别动我抬腿 我把这个腿一抬 我说你先走 然后当时他就先走了 然后当时速度也挺快 得有五十多脉吧速度 凭借过硬的心理素质和应对能力 队员们成功化解了危险 此时已经接近终点 中国队位列第二 前方就是俄罗斯队 队员们能否实现反超呢 已经想往上去撵 已经撵不上去了 然后就一直在坚持 当时就绝望了 绝望了 就是 嗓子已经说不来话 因为当时特别感觉 最后一个科目 就几乎 他们撞线了 咱们从那个坡下来 再往前划个三五百米 就到了 就差这么多 就是在途中一直在超越 经过不断追赶 最终 中国男子参赛队 获得男子组三项 单课目成绩第一 四项单课目成绩第二 总分排名第二的好成绩 男子队比赛排名尘埃落定 而另一边 首次参赛的女兵们 面对的挑战却更为严峻 当时是第一天赛程快结束了 然后大家消耗体能特别大 因为天气比较热 水喝了很多 随着比赛时间越来越久 加上天气越来越热 女兵们的体力渐渐透支 尤其是这个温度上升 我们行军本身就耗费这个体能 需要这个补充水分 然后呢脚下我们阻塞感一旦强 需要发工作的力 这个加速这个水分的流失 容易造成这个队员的脱水 女兵们为了防止脱水 不停地引用随身携带的水 这个行为却是教练彭亚光 赛前最为担心的 此时经过一天的赛程 女兵们身体的消耗 已经接近极限 而让彭亚光忧心的事 也随之出现 我马上到商业运送一个渴墓 又还需要再翻一个山顶 那这个时候已经 几乎体力都已经消耗没了 就全靠意志了 然后当时我印象比较深的是 我问玉兰 我说还有没有水 她说还有一点 然后我说其他人都没有了 她说对 我说然后这一口水 当时我也没有喝 我就又还给她了 就我觉得 我觉得可能 我还可以再忍一忍 此时除了玉兰 队员们的水壶 已经空空如也 就当时就是那么一点点 大家都想把这个 一点水留给 最后一个雪儿 然后就有的同志 就直接抓起来地上的雪 就说没事吃雪也是一样的 然后就抓地上的雪就吃了 然后就 就但是那一口雪真的很解渴 感觉嘴又润润下来了 就没有那么干了 就没有那么干了 正是凭借这种顽强的毅力 和团结的精神 中国女兵冲过终点 那么她们的成绩 到底能排第几呢 面对复杂陌生的地理环境和不停出现的意外情况 中国参赛队员表现出了优秀的适应能力和良好的心理状态 最终 中国女子参赛队 获得女子组9项单课目第一 一两天总用时 11小时55分33秒 总积分10275分的成绩 获得女子组总分排名第一 经过这场两天一夜的熬战 美名队员也都收获了专属于这场比赛的特殊纪念品 我看你这个脸上现在还是有那个黑白分明的部分 那边紫外线太严重了 然后就是那个 又是那个雪的反光还有太阳照射 谁最黑 她最黑 她最明显 她最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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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谷也很明显 小谷刚刚刚的 这个要印记 小谷就比较明显 其实脑门印一分分 现在的话就明显 现在都白了点了 对 已经回来一点了 已经回来一点了 对 脑子要弱 就是两种颜色 4月12日 取得优异成绩的中国参赛队凯旋 但刚刚回到祖国的女兵们 并没有停下忙碌的脚步 她们要去完成一个心愿 咱们去干嘛 看孙慧 看孙慧 孙慧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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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一直陪我们练到最后走到最后出国 是最后在出国之前没有出去而已 就是她对这个情感也很深 而且我们对于我跟我们一起一路走过来的人 就是这种期待和寄托情感也挺深 会觉得她有遗憾 我觉得多多少少肯定要有点遗憾 但是说我们拿回来的这个奖牌奖状什么 我觉得属于我们全联每一个人 我们回来的时候 然后正准备 那天她本来打算还要接我们 结果那天她因为突然因为沸腾 然后就去住院了 可惜很遗憾 就没觉得我们还挺遗憾的呢 原来女兵们要去看望的是战友孙文慧 为了给她一个惊喜 女兵们悄悄来到了医院 好沉啊 好沉啊 不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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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沉了 都给挂上 太沉了 有你的一把 这个第一的奖牌 太酷了 为了弥补战友的遗憾 女兵们为孙文慧准备了一场特殊的颁奖仪式 而这也是送给她最好的礼物 我真的 我真的 瘦了没有 没有 永远 别哭啊 别哭别哭别哭 你们也太哭了 没事 我都没有去介绍你们 我不是来看你们 看到战友们大获全胜 出国参赛 但对于孙文慧来说 所有的遗憾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看到他们这个脸上黑白分明的 你心里是什么感受啊 都是我们的勋章 这都是我们的荣誉 都是一个体现 哪怕你自己没有亲自去的 你也觉得 我都很替他们开心 我也不是很不遗憾 很开心 游异成绩的背后 不仅仅是参赛队员们的汗水和付出 更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 一块块沉甸甸的奖牌 是队员们的荣耀 更蕴含着浓浓的战友情 虽然结果是好的 但是其实我们从最开始的时候 不敢想象 也没有想象过 会取得一个这样的成绩 没有人能完全的理解 它其中到底有多难 这是我们 我们的追求吧 也是我们的梦想 我们全体女兵联的力量 消耗了很多 付出了很多 我们所有女兵都付出了很多 就为了最终能有资格去参赛 能在参赛的过程中 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 不辜负我们所有女兵的这份期盼 也不辜负单位的这种厚望 披挂出征而去 满载荣誉而归 在异国他乡的国际赛场上 我们看到了中国军人叱咋的风姿 更看到了他们在未来战场上 敢打必胜的决心